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赵薇马文君 原先预定5月16号要率团考察太平岛 还强调登岛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没想到周一一早党团开会决议后 行程取消了 在立法院的用会有非常多的重要议案都要表决 所以在这么长的距离之下 尤其在天后万一有什么状况 大家回不来也担心没有办法去表决 所以我们希望虽然我们的目的还是一样 还是维持太平岛的考察行程 不过会把日期往后延 区域稳定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关系 不要还是担心比如说 我预计可能是比如说气候可能会有变化 或是怎么样 国民党的立委口径一致 强调是担心气候导致赶不回来投票 行程先延期 不过前一天来因不甩外界的质疑 此时去会影响南海区域稳定 口号喊得正天响 强调登太平岛是做国军最大后盾 就连立法院的副院长江启成也说要去 说是别让太平岛的国军官兵孤单 还好称这是史上最大团 总共20位国民党民众党立委参加 结果12小时后峰回路转 让民进党立委带到机会大酸特酸 迷途知反知错能改善莫大焰 这样12个字 是谁让国民党团人醒过来的 发现这时候去对国家无益 对区域稳定无助 因为前一天还信誓旦旦 该去非去随时都可以去 一天而已 这民进党之前决定不去 是正确的选择 究竟是受到舆论的压力影响 还是其他因素 蓝白党团喊咔太平岛之行 两个党团心知肚明 民事新闻临近廖文璞 陪在新区小组台北报道